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股市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 尽管消费水平被压抑 但中国经济并没有走向危机的边缘 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表示 去年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82.5% 要进一步提升消费 中国应该启动新一轮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投资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B2B2接下来 我们关注一下华为的新动作 华为科技计划通过与比亚迪等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组建的新联盟 在中国建立一个超快电动车充电网络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将主导这一计划 并计划在今年内安装10万个充电桩 其中包括超快充电桩 这将大大加速电动车的普及 特别是在深圳这样的城市 B2B2最后 我们来看看榴莲市场的变化 由于越南在出口竞争中 逐渐赶上泰国 中国的榴莲价格本月有所下降 受泰国4月和5月的热浪影响 供应量下降 进口量同比下降了32% 然而 越南榴莲的价格更具竞争力 这使得越南在中国榴莲市场的份额大幅上升 B2B2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经济学家最近发出警告 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危机的边缘 他们认为 中国的增长依赖于极高的资本投资水平 而私人消费被抑制 然而 危机真的迫在眉睫吗 事实上 中国的增长模式 可以说是以投资驱动为主 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一样 中国通过利用其高储蓄率来维持高投资水平 并且政策制定者经常使用基础设施支出 作为反周期政策工具 2009年 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 以抵消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 到那年年底 中国的投资增长率飙升至30.1% 总投资达到GDP的45% 但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和减轻通胀威胁 中国在2011年撤回了财政刺激措施 自那以后 投资增长稳步下降 去年仅为3% 自2017年以来基本上被GDP增长所超越 如今 国内消费已取代投资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去年 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82.5% 而投资贡献率为28.9% 净出口对增长造成了负11.4%的拖累 尽管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远低于美国 但消费结构非常不同 服务在中国的最终消费中占不到50% 而在美国则占到三分之二 经过价格调整后 2022年 中国的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 占GDP的37% 而美国为28% 因此 在商品消费方面 中国实际上超过了美国占GDP的比例 此外 中国的消费贷款 占GDP的比例 不包括抵押贷款 在2022年为14% 与美国和日本的比例大致相同 中国家庭在过去几十年里 将大量收入用于购房 导致中国的住房拥有率 今天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尽管储蓄率仍然很高 但批评者往往高估了其程度 实际上 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占GDP的比例可能在60%左右 而不是40% 总的来说 中国的经济状况 可能比悲观者所声称的要好得多 日经亚洲 华为技术公司将通过 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新联盟 建立一个超级快速电动汽车充电网络 通过让驾驶者能够在几分钟内重新上路 来鼓励更多人使用电动汽车 该联盟在4月的北京国际汽车展上宣布 包括比亚迪和其他史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该联盟的第一个目标 是使充电体验更加用户友好 华为数字电力技术公司提供的产品包括 输出功率为360千瓦和480千瓦的超快速充电器 相比之下标准型号的输出功率为60到200千瓦 公司甚至开发了600千瓦的充电器 深圳的一个充电站上写着 在你喝完咖啡的时候 你的车就准备好了 公司计划今年安装10万个充电器 包括超快速充电器 改善的充电基础设施 预计将加速向电动汽车的转变 截至4月底 深圳拥有约360个配备超快速充电器的充电站 超过了加油站的数量 所谓的新能源汽车 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占该是所有汽车销售的60%以上 尽管深圳提供了充电站开发商补贴 并要求购物中心在新停车厂设置超快速充电器 但这种强有力的支持在其他地方仍不常见 然而 安装超快速充电器可能很昂贵 输出功率更大的充电器会发热 华为通过使用冷却剂来应对这种情况 这笔依赖风扇的传统型号 成本更高 在单个站点安装多个超快速充电器 还需要更新电线 进一步增加了成本 供应链问题也是一个担忧 碳化硅 SEEK芯片是超快速充电器的关键组件 但主要由德国的英飞林科技等外国公司生产 这意味着政治问题可能会中断中国的供应 华为主导的联盟还旨在将其超快速充电网络 推向国际标准 这一推动可能会加剧美中技术竞争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本月宣布投资超过5亿美元 扩展其快速充电网络 南华早报 日经亚洲报道 上海根据一项企业数据调查 中国的私营企业 尤其是电动车行业 在本世纪的就业增长速度远超过国有企业 到2023年底大陆约5400家上市公司雇佣了3057万人 比2019年增加了352万人 其中私营企业贡献了285万人 占总增量的81% 比亚迪作为电动车行业的领头羊 其员工人数从2019年的47万猛增至70万 几乎是全球销量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的两倍 比亚迪不仅在生产上大幅扩张 还通过与深圳中学合作建立深圳雅迪学校 为员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务 吸引了更多劳动力 与此同时 国有汽车制造商如上汽和东风 则在员工数量上呈现下降趋势 反映出汽车行业的激烈竞争 日经亚洲报道 纽约 自2016年以来 中国政府在西藏强制迁移农村居民和游牧牧民的力度加大 美国人权观察 组织称这破坏了西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据周三发布的报告 超过93万农村藏人被迫迁移 其中76%的迁移发生在2016年后 尽管中国当局声称这些迁移是自愿的 但人权观察指出 官方媒体报道和政府文件显示藏人对迁移的强烈抵触 在内区的一村庄 最初262个家庭中有200个拒绝迁移 但最终无人能避免搬迁 报告还提到 当局使用了极端的说服手段 包括反复的家访 隐含的惩罚威胁和禁止批评等 确保100%的藏人同意搬迁 日经亚洲报道 纽约 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 已将超过93万农村藏人迁往集中居住地 其中76%的迁移发生在2016年后 人权观察组织指出 当局通过极端的说服手段和隐含的惩罚威胁 强制藏人同意搬迁 报告还提到 政府官员有时会谎报迁移的经济利益 使得搬迁家庭在新居住地陷入经济困境 根据报告 搬迁的家庭还被要求拆除旧房 以防止他们返回 研究人员指出 这些迁移应放在西藏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理解 藏人被迫展示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绝对忠诚 报告还提到 自1950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已迁移了约7000万中国人 主要用于城市建设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财政部研究员呼吁中央银行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 以促进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更好协调 刘尚熙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在一个闭门学术会议上强调 我们必须在一级和二级市场的运营限制方面解放思想 否则很难实现财政和金融的协调 他指出 中央银行在一级市场购买和出售国债 有助于更好的发挥财政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 刘尚熙的言论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 在去年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 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逐步增加国债交易后 尽管中国法律禁止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 以防止债务货币化 但刘尚熙认为 应重新审视这一传统观念 因为一级和二级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 仅仅是定义的问题 刘尚熙还指出 许多海外中央银行可以购买企业拥有的资产 这种工具是否非常规取决于需求和情况 南华早报报导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 在第一季度的净亏损有所缩减 这得益于交付量和利润率的增加 以及来自大众汽车的技术授权费用的提升 小鹏汽车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亏损 为13.7亿元人民币 低于去年同期的23.4亿元 广州这家电动车制造商的营收 同比增长62% 达到65.5亿元 这主要是由于汽车销售量的58%增长 小鹏汽车在这一季度 向客户交付了21821辆汽车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 此外 每辆车的利润率 也从之前的负2.5%上升到5.5% 小鹏汽车联合创始人间 CEO何小鹏表示 我们有信心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 在全球推出具有竞争力的车型 从而引领AI智能汽车的广泛应用 报告发布之际 正值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中国经历激烈的价格战 小鹏汽车也在其畅销车型G6上 提供了2万元的折扣 小鹏汽车还在上季度 报告了来自大众集团的技术研发 服务费用的近一倍增长达到10亿元 大众集团拥有小鹏汽车5%的股份 双方在今年2月签署了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两款中型电动车 预计将在2026年亮相 小鹏汽车预计第二季度的电动车交付量 将同比增长38% 达到3万2千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